讲完了动名词当主词的语法之后 接着要介绍的是动名词当授词 老师讲过了 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 如果句子里面还有第二个动词 第三个动词出现 就要给它改掉 有的要改成不定词to 有的要改成动名词ing 那我们要怎么去区别呢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其实很简单 我们是由动词来决定的 所以有一些动词 比如说want 还有hope 希望 还有like 这些等等 像这些还有决定 有没有decide 这些动词后面 一定是要接to的 这是固定的 所以你要接to 不定词to 还是接动名词 完全由动词来决定 所以动词 会有五种不同的面向呈现 这就形成我们的五大句型 也就是英文的句子结构里面 有五种动词的类型出现 大家变来变去 现在我们来看 enjoy 享受或者是喜欢 finish 做完了 practice 练习 avoid 避免 imagine 想象 这些动词后面 如果有第二个动词出现 马上就要用动名词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考 第二个 同学容易出错的 give up 放弃 一定后面要接动名词 如果是有动作的话 当然你如果是名词 那就接名词啊 后面如果是动作 就要用动名词 对 所以动名词 就是动词的那个名词 用法 就叫动名词 它具有名词的 性质的那个动词 就叫动名词 be found of 是喜欢 你看 接西词后面 一定要用动名词 be tired of always 是疲倦 接西词 也要用动名词 on是 keep on 是继续 持续的意思 接西词 on后面 也要用动名词 很重要 动名词 出错 频率蛮高的 现在我们看例子 I cannot imagine 我无法想象 你看 马上出现动名词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 就不能乱写了 不要再写什么 to live 这个是不对的 要用living alive 我无法想象 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 without the computer 过着一个没有电脑的生活 我是无法想象的 一定很不方便 这是第一个例子 看第二个例子 we should avoid 我们要避免 hurting 你看avoid 这个字 一定要加动名词 因此不能写到 to hurt 这个是不可以的 好 我们要避免伤害什么 hurting 就是伤害 the feeling feeling 就是情感 谁的情感 后面加一个片语 来补充说明 of our friends 我们朋友的情感 我们应该要避免 伤害朋友的情感 第三个例子 jain is tired with 这是片语 is tired with 是疲倦的 这个感到很疲劳了 介细词with在这里 所以一定是接 do in 不可能用to 这个就很清楚了 不可能用to了 他做那么多的 so much housework alone jain呢 因为 alone是单独一个人 做那么多的 housework是 家务事 家事 所以他感到 非常的疲倦 is tired with 现在了解 这个动名词的 用在什么情况 已经了解了 现在我们来做练习吧 第一题 we must avoid the same mistake 我们一定要避免犯相同的错误 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 老师看到 avoid avoid这个字 避免这个字 后面疑虑 就是ing 接动名词 答案就是 b 第二个 make it 第二题 whatever difficulty you meet whatever difficulty 就是不论什么困难 you meet meat是遭遇到 这整个意思就是说 不论你遭遇到什么困难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 学英文 所以看到give up 没有放弃 放弃这个片语 后面一律是接ing的 所以give up 后面要加learning english 因为english is so important 它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不管你学英文 碰到什么困难 绝对不要放弃学习 所以正确答案要选择 a learning 继续 我们再看第三题 假日我喜欢喝咖啡 听音乐 喝咖啡 听音乐 这个意思就是 一面喝咖啡 一面听音乐 好 现在已经出现了enjoy 这个字 enjoy 喜欢 后面要加ing了 因此答案要用drinking coffee ink ing drinking coffee and 第二个 听音乐 你这个喝咖啡 喝这个动作 跟听音乐 听这个动作 是要对称的 因此 因为enjoy 后面你用了drinking 后面就要用 听音乐 你就要用listening 这个才是合理的答案 这个才是合理的答案 所以英文在写作上有很多的是对应的语法 这个 它的语法要一致 不定词to配不定词to 动名词ing就配动名词ing 这样子写作才会很顺畅 第四题 不要放弃 追求自己的理想 那就never give up give up出现了 那当然后面就接ing了 放弃 好 我们要加追求 追求 用pursuing 这个自己的理想 你有没有看到 前面的写法是用什么句 起始句 一开始就告诉你 劝告你 不要放弃 所以这个起始句是针对你 提出来的一个中故 劝告 所以自己的理想 这个自己 其实就是讲你的理想 这个才是按照我们 中文的内容 来做一个很贴切的翻译 因此我们要加所有格 never give up pursuing your ideal 这就是理想 后面我们可以补充 什么理想 人生的理想 后面再加上一个 介细词片语 of life 这样就很完整了 好 这看第三题 第五题了 小孩享受沙滩上玩耍的乐趣 乐趣就pleasure 我们先看主持 the children 动词enjoy 好了 看到enjoy了 enjoy就是要加ing 但是如果是名词 那就写名词了 我们现在看一看内容 小孩是主持 享受是动词 享受什么 沙滩上吗 玩耍吗 还是乐趣 当然乐趣 所以要先写乐趣 但乐趣是名词 所以我们就要用名词来写 有限定 the pleasure 因为这个乐趣 是在沙滩上玩耍的乐趣 不是指别的乐趣 所以这个有特定的 我们就要加定罐词的 the pleasure 好了 我们继续 再把后面的内容完成 自问自答吧 乐趣 什么乐趣 玩耍 所以后面用片语了 the pleasure off playing happily 快乐的 只有写玩耍 我们就写playing就好了 家具 这些地方片语 在哪里玩耍啊 在沙滩上 playing on the beach B-E-A-C-H 这个就是 后半段整个的翻译 the children enjoy the pleasure of playing on the beach OK 中文词 当授词 还有在介细词后面的授词 在写作上出作频率是蛮高的 那么同学希望这个重点要多加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